男人花重金买下一具尸体 然后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并告诉医生 只要能救活自己的哥哥 不管花多少钱都愿意 医生经过一番检查 发现这人早已凉透 但一旁的主任却说 只要家属口袋里还有钱 那病人就还活着 随后 医生连忙出来告诉家属 病人情况非常危急 需要赶紧把单子上的药买回来 但这些药医院都没有 需要去医院对面的药店买 巴尔来到药店 发现小小一袋药竟然花费两万元 等他将要递给护士 对方还埋怨他 怎么这么慢 不知道现在情况有多紧急吗 可等他回到病房 转手就将要递给另外一名护士 让他送回了药店 并不忘提醒工作人员算好提成 没过多久 主任走过来一脸焦急地告诉他 病人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已经出现脑衣血 需要请专家过来医治 不过手术费用要二十万 巴尔直说 只要能将人抢就回来 不管花多少钱都愿意 等他在柜台交完费用后 一群专家也很快过来了 专家看着病人都已经开始腐烂 指责医生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 但是在听见对方说这次价格很高时 还是欣然配合他们的表演 就这样一群医生专家 在病房外打着手势进进出出 护士也跟着跑前跑后 看起来特别忙碌 可实际上 在病房内的他们却在聊天磕瓜子 眼看六个小时已经过去 家属的钱包已经榨干得差不多了 这时医生走出病房 一脸遗憾地对巴尔说 真的很抱歉 病人已经就不回来了 要是早点送过来就好了 巴尔一听 你们不是号称连死人也能抢救回来的吗 医生一脸疑惑 死人怎么能抢救回来 说着巴尔从怀里拿出一张 其他医院的死亡证明书 表示病人早已死亡 那你们这六个小时又在折腾什么 主任眼看就要装不下去了 立马抢过死亡证明塞进了嘴里 巴尔健壮轻蔑一笑 随后又掏出一张 这东西自己还有一百多份 你们想吃多少吃多少 主任一听傻眼了 一旁巴尔健壮 让他们归还自己的医药费 并再额外给三亿赔偿金 不然自己就去曝光他们 主任无奈只好拿钱消灾 巴尔只拿走了自己交的医药费 把三亿赔偿金都给了死者家属 但是他还是不打算这样放过他们 他将这家医院的内幕公之于众 愤怒的患者家属 很快将医院堵得水泄不通 年轻的院长一看这架势 直接掏出了手枪想要威胁他们 可家属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直接一拥而上 慌乱中手枪走火 院长直接领了盒饭 另一边 院长的父亲小胡子收到儿子的死讯 急忙从国外飞了回来 扬言一定要为儿子报仇 可当查看现场的监控录像后 他震惊了 自己五年前不是亲手杀了这个人吗 印度的医院有多黑暗 男人刚交完高昂的手术费 前台的财务就告诉他 你的妻子昨晚已经去世了 现在可以凭着单子去认领尸体 男人一脸疑惑 自己昨天晚上救手在病房门口 为什么没人通知自己 而财务却一脸不耐烦地说 我昨天告诉你 你今天还会来劫清费用吗 这就是印度的黑心医院 然而这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 只要你敢踏进医院大门 就会将你的家底全部掏个金光 尽管是一个小小的擦伤 医生也会开具一堆账单 让你进行检查 巴尔亲眼目睹这家医院的黑暗 直接策划杀害了院长 但这也使得院长的老爸小胡子发现了他 原来 小胡子是一名黑心地产开发商 为了谋取暴力 和印度官员勾结 建造了豆腐渣工程 可没过多久 五栋大楼轰然倒塌 几百名无辜业主不幸遇难 其中就包括巴尔的妻儿 后来他经过调查发现 一切都是小胡子搞鬼 于是便搜集好全部证据 找到小胡子想要讨个说法 可没想到对方嚣张至极 不仅不道歉 还将巴尔羞辱了一番 并让他给政府官员打电话 看他们会如何处置自己 巴尔拿出手机 分别打给了警察局长和市政部长 对方一听是关于小胡子的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也使得小胡子更加嚣张 眼看正义的不到伸张 巴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他将大门关好 并用凳子降门堵住 一个高抬腿 直接将小胡子踢飞 再将他抵在窗户边缘 小胡子连忙求饶 表示自己上有巴士劳母 下有嗷嗷待哺 巴尔健壮于心不忍 还是将他放了 可没想到的是 小胡子竟捡起了地上的消防斧 对准他的脖子卡了上去 巴尔顿时倒地不起 他们认为巴尔已经死亡 变派手下将他抛尸野外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巴尔被一群过路的学生发现 并且将他救回 经过这件事后 巴尔终于明白 印度官员体系已经完全腐败 于是他化身贾巴尔 集结了一群被政府压迫的反动势力 组成正义者联盟 专门惩治贪污受贿的政府官员 这天 他们绑架了贪污最多的税务局长 将他吊死在了广场中央 并且还放话各大媒体 以后每周都会有一名受贿官员消失 一时间 贾巴尔成为了警方的头号通缉犯 但是在人们心中 他却是正义的化身 印度官员离奇吊死在广场中央 身上还挂着贪污受贿的证据 神秘人巴尔放话 每周都会干掉一名贪官 一时间的贪官员心惶惶 都害怕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 纷纷前去警局自首 这样一来 靠贿赂官员的谋取暴力的小胡子 生意直接一落千丈 为了挽回生意 他绑架了十名清联官员 威胁他们贪污受贿 如有不从 直接将其一脚踢下大楼 其他人见状 纷纷签字以表决心 而他这一举动 也彻底激怒了巴尔 为了防止更多惨案的发生 他决定先解决掉小胡子 几天后 小胡子的生日到了 为了炫耀 他特意让所有嘉宾 都戴上自己的面具 这也给巴尔的行动 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他乘机制造混乱 将小胡子带到一栋别墅 用五年前的办法 让他打电话向官员求助 并且还给了他三次机会 可对方一听说贾巴尔的名号 瞬间将电话挂断 小胡子气急败坏 想要动手 但他哪是小胡子的对手 很快被巴尔从屋内打到了屋外 再将他高高举起 然后重重扔下 很快小胡子就摔入泳池 逆水而亡 处理完这一切后 巴尔来到警局自首 他也被关到了监狱 这件事很快被媒体报道传开 得知此事的群众 纷纷举着牌子游行示威 他们将球车拦下 想要警方释放巴尔 眼前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 局长求助巴尔出面解决 巴尔踩着局长的手上到车顶 看着一望无际的人群 他告诉人们 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但是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当正义得不到声张时 就要有人站出来维护正义 如果以后还有腐败 也希望各位都能化身假巴尔 成为这些人的噩梦 电影的最后 巴尔从容地走上绞刑架 虽然他死了 但却点燃了民众的希望